大家好,我是Dienne,歡迎來到我的素食頻道 我今天會教大家做一個非常簡單的素食 我們的材料就是要大約3至4個薯仔 有些菜,你可以喜歡用什麼菜都可以 或者你不用菜,你喜歡用mushroom 你喜歡什麼都可以 然後我們有Beyond Beef 然後有鹽和油 這個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菜 基本上是一個餅子 然後裡面有餡料 所以餡料裡面你喜歡用菜也可以 你喜歡多放蘑菇 或者你喜歡吃的東西也可以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菜 我稍後會教大家 然後我昨天專機炒了一個芹辣 然後把Beyond Beef打開 然後把Beyond Beef打開 然後把Beyond Beef打開 其實Beyond Beef是想它有一點點味 有一點煙韌度 而且可以比較有黏性 我們大約要一半左右 然後把Beyond Beef做出來 然後將Beyond Beef弄碎 然後把Beyond Beef弄碎 然後把Beyond Beef弄碎 然後把Beyond Beef弄碎 然後呢, 炒一下Beyond的生意 炒一下Beyond的生意 鸡蛋 煎熟了 炒一串 加入少許鹽 我本身是不吃五生的 即是不吃蔥蒜 所以會比較簡單 如果有蒜的就可以爆香蒜 那我就沒拿 所以是會 類似蔥啦 酒啦 還有這包裝比較便宜 再加上給雞皮 然後加上點雞皮 再加上雞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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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雞皮 加上雞皮 如果想它稠一點 你可以加一些Vegan起司 VeganCream起司 我今天就要加這個VeganMales 這個攪拌後就放一放 然後我們等薯仔冷卻 然後我們就會砍它 所以就會變成樹蓉 等一等它冷卻 薯仔冷卻了 我們就可以砍它 然後就變成樹蓉 這裡就要花一點時間 弄碎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加一點鹽 然後就加麵粉 兩個級的麵粉 然後就拌勻 拌勻 拌勻 拌勻一下就變成這樣 然後你就基本上 拌一拌它 拌到它差不多平平地 然後就拌勻 這一拌勻 拌勻到它圓形 幫你切成圓形 然後就讓回剛才那些菜 入去 喜歡讓多少是多少 因為這個餅子都還挺大的 有點像餃子 但這是餃子餅 但裡面有雞皮 外面用雞皮 餡料是蔬菜和Beyond Beef 蓋著它 用蒜蓉的精辣椒 在蒜蓉上加上蒜蓉的食材 用蒜蓉的榜蓉 用蒜蓉的蒜蓉 先加一點油 然後千萬火 慢火煮至金黃色 這個就是薯仔餅 其實不是很難做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有什麼留言 或者你想訂閱我的 請在下面留言 記得按訂閱和按鈴鐺 然後就追蹤我 謝謝 拜拜